在世界人權日來臨之際 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 在美國紐約發表視頻講話 以國際人權形勢的積極發展 來到對比中國當前持續惡化的人權狀況 明確講述他對中國人權狀況的一些觀點 並且對新上任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發出順天應聞和還權於民的呼籲 陳光誠指出 是順天應聞 實行變革 還是繼續綁國協政 維護特權 將預示著祖國的未來是穩轉型還是無轉型